三菜一湯 美味小滴刀 用400cc的茶余高湯 加上100cc的味淋 再加上100cc的醬油 再放了3片的姜片 等它補就可以了 這是地瓜 我們缺地瓜呢 我們厚薄呢 我們厚薄呢 好 厚薄呢 麻煩都要一致齁 這樣子熟度才會一致 像青椒跟根莖類的地瓜呢 有什麼不一樣 它這種算是薄片 所以它熟度就很快 來 茄子呢 我們買一條茄子 好 我們對半切 一刀 兩刀 斜刀齁 不要讓它斷 後來呢 我們從這邊開 然後有畫的紋路 再出來之後它就會像這樣子 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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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扇子形狀 我們用100克的低筋麵粉 再加150cc的水 我們的麵衣呢 裡面會加一些冰塊 是因為它防止呢 低筋麵粉 它有筋性 它的筋性 它出筋的話 它就沒辦法包覆在我們的 食材上面 它就會發掉 生的蛋黃 它假如油溫沒有到達 我們要的溫度180度的話 它麵衣會沉在油裡面 它不會馬上的補起來 好 接下來我們開始下油鍋 我們會先下一些叫根莖類的 像地瓜 南瓜 香菇 茄子呢 青椒 我們先稍等一下 像根莖類的 比較難熟的 它都會浮起來了 這代表它已經熟了 像根莖類的 比較難熟的 它都會浮起來了 這代表它已經熟了 我先把洋蔥呢 先把它炒香 洋蔥 我先把洋蔥呢 炒香 炒軟喔 有點金黃色 金黃色 它已經軟化了 它才釋放出洋蔥的甜味 我們用日本的醬油 柴魚高湯 還有味醂 結合成的 我們牛汁呢 我們會用四的柴魚高湯 一的味醂 跟一的醬油 汁跟洋蔥都滾了 我們放給我們的和牛 我們要很迅速的 把它炒熟 因為這是和牛 不能浪費這麼高級的牛肉 你把它炒熟了 就浪費了 這個是和牛的東西 牛肉嘛 吃開了有點 不是紅的 就是黑的 黑的馬上就好了 血紅血紅的 稍微已經快沒了 我們開始要關火囉 好 關火 我們現在盛盤 越界牛肉呢 就是要有一顆蛋黃 就是要有一顆蛋黃 然後灑上我們的蔥花 我們用六顆蛋的比例 我們先把蛋呢 打到一個容器裡 這是選用了台灣的土雞蛋 它煎出來的玉子燒呢 它會比較黃一點 比較漂亮一點 好 再加上我們的 鯊魚高湯 加上我們的少許的鹽巴 再加上我們的糖 好了 我們來進行攪拌 打好的蛋液 先要進行過濾 因為我要讓蛋液呢 更細 防止它有蛋殼 或是還沒有打散的蛋 接下來呢 我們做玉子燒 首先呢 我們要準備一個 玉子燒的煎鍋 溫度還夠不夠 我們先用筷子 看看 啊 這樣油了 這樣子蛋就容易熟 一匙蛋液 加在裡面 讓它上下一下 讓它平均受熱 然後看它的泡泡呢 我們就把它 把它敲破 某某某某它等一下會不好翻 好了 翻好了呢 我們將 剛剛我們準備的油 抹一下 很好呢 這個蛋液 往前推 再來抹一下 再上一匙的雞蛋 好 下面要撐開 讓它比較好 等一下煎出來的雞蛋會比較漂亮 隔壁 1人1 1人3 2人4 2人4 5人4 2人4 5人4 4人4 5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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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5 5人5 5人6 6 5 來 魚清洗蛤蜊 魚肉切開 魚取決於我們的土瓶蒸 放進去的大小 這個大小差不多剛剛好 介紹一下魚板 魚板在台灣市面上會有兩種 一種是真的魚板 像這樣子 表面上沒有空洞 像在台灣製作的魚板 它是用麵粉做的 它會泡到水裡 它越泡會越大便 好 接下來我們先汆燙一些海鮮 蝦子 雞肉 蛤蜊 等一下要拿去蒸 先把它的血水 不好的血水全部燙掉 我們把一些海鮮先清蒸 我們水已經滾了 然後把柴魚片淹進去 泡下去就好 大概15秒左右 柴魚它原油脂太豐富了 怕會影響到我們的湯 接下來我們將冰鎮好的一些食材呢 我們放到骨瓶蒸裡面 有魚 有蝦 剛剛沾好的柴魚湯呢 我們放在棕裡 有瓶蒸 好 我們將土瓶蒸 放到蒸鍋裡 然後這個蒸至35分鐘左右 你要先吃什麼 土瓶蒸 我先倒給你好了 它的麵粉很好 它的麵粉很好 有點酥脆 但是不會含油 我們要吃吃看 它有肉的味道在裡面 有什麼味道 我真的覺得跟在日本吃到的味道很像耶 對啊 這些丼飯 然後還有這個炸點 尤其是覺得很懷念的感覺啦 真的 好久沒有出國了 最近大家都在台灣 吃很多人 吃了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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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黑子 很好吃 有這種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